俄罗斯跟欧洲国家的能源战现在是越演越烈 原本是各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现在俄国反过来把能源当作反制的武器 继荷兰在5月31号被断气之后 由于丹麦的卧序跟德国的可牌能源公司 拒绝以卢布支付天然气的费用 因此从6月1号起 俄方停止向这两家公司供应天然气 为制裁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许多国家纷纷加入聚买俄国天然气行列 试图切断俄国政府裁员 荷兰的天然气公司也因为拒绝以卢布支付费用 在5月31日被俄国天然气工业公司Gasprom中断供应 同时Gasprom也宣布从6月1日开始 停止向全球能源巨头可牌集团 以及丹麦再生能源企业卧序能源供应天然气 同样是因为他们拒绝配合普丁的卢布付款计划 其中可牌集团由于每年向德国提供12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因此被俄国断气后也会影响到德国的能源供应 欧盟国家这几周以来 对于是否继续向俄国购买天然气出现了意见分歧 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主要天然气买家 试着在不违反制裁的条件下满足俄国政府的要求 继续进口天然气 而波兰 保加利亚 芬兰和荷兰等国由于拥有更多替代能源选项 并不强烈依赖俄国的天然气 因此拒绝接受俄国制定的付款方式 成为第一批被断供天然气的国家 另外各个欧洲国家被中断天然气的时间点也暗藏玄机 丹麦刚好在全国公投决定是否强化与欧盟防卫事务合作的这一天 被俄国切断天然气供应 芬兰则是在提交加入北约申请的三天后 被俄国中断天然气 这代表着俄罗斯为了应对欧盟的严厉制裁 与北约东扩 已经把能源当作武器控制天然气市场 试图扩大欧盟国家之间的内部分歧 欢迎新闻夏中月综合报导 乌克兰法院5月31号对轰炸乌克兰东北部城镇的两名俄国士兵 做出了宣判 判处两人11年半有期徒刑 而这也是第二度有俄国士兵 因为在乌俄战争中犯下了战争罪被定罪 两名俄军双手上扣被警方带入法庭 神情相当焦虑 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第二桩案件 5月31号在乌克兰地方法院做出判决 两名俄军士兵被控向学校民宅等设施炮击 而触犯战争罪 或判有期徒刑11年半 这是继杀害乌国平民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西西马林一案之后 第二起俄军在乌克兰因战争罪受审的案件 遭判刑的俄军士兵波比金和伊瓦诺夫 都隶属俄军炮兵单位 被乌国指控朝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发射火炮 攻击学校民宅等民用或关键设施 其中波比金是驾驶兵 伊瓦诺夫是炮手 两人当时越过乌俄边境 并持续发动炮击 后来遭到乌军俘虏 他们两人也都已经在日前认罪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 一名叫做罗曼诺夫的俄军 被指控谋杀一名乌克兰男子 并性侵他的妻子 虽然乌方还没有抓到这名俄国军人 但法院将进行缺席审判 这也是自俄国入侵以来 第一起性侵相关的诉讼 具有象征意义 乌克兰检察总长表示 这一万五千起涉嫌战争罪当中 有上千起发生在乌东顿巴斯地区 尽管相关调查已经开始 但是因为乌克兰当局无法进入 则俄罗斯控制的地区 这也让调查工作变得十分极瘦 环宇新闻 陈静综合报道 东南亚大头条来关心 缅甸大城仰光市中心 昨天下午发生一起爆炸案 一枚遥控炸弹在公车站附近被引爆 造成一人死亡 九人受伤 由于最近缅甸军政府 与国内反政府组织的紧张关系升温 北部最大的民兵团体瓦邦联合军 中共呼吁军政府与反政府人士 要展开对话 被炸弹炸伤的缅甸男子 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 民众心急如焚的围观 场面一片混乱 缅甸阳光市中心5月31日下午 发生一起爆炸案 造成一人死亡 九人受伤 目击者表示 一枚被放置在公车站附近的 遥控炸弹被引爆 大批军警赶到现场 封锁了周边区域后 还在附近发现一枚未爆手榴弹 而在同一天缅甸北部规模最巨大 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 武装民兵组织瓦邦联合军 呼吁曾在去年发动政变 推翻翁山苏基政权的缅甸军政府 与反政变人士展开谈话 希望双方能解决15个月以来的纷争 结束流血冲突 事实上缅甸军政府从今年开始 就试图邀请各大民兵组织的首领 举行会议 透过谈判解决争端 但是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们 却认为军政府压榨人民 必须继续抵抗独裁政权 缅甸政治局势混乱 国内有大约20支少数民族组成的民兵组织 掌控偏远边境地区 经营毒品贸易 长期以来和军政府对抗 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而缅甸军方虽然一再地强调 希望能透过对谈实现和平 却又在近期再次进军 位于西部的若开邦 和当地民兵组织发生冲突 摧毁房屋与寺庙 让缅甸内乱进一步蔓延 环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镜头转到澳洲 澳洲总理爱班尼斯带领的工党 又获得一大胜利 确定在众议院取得多数席次 无需小党或无党派议员的支持 就能够组成政府 而总理爱班尼斯也正式公布内阁名单 澳洲新总理爱班尼斯宣布 工党已在151席的众议院 赢得过半的77席 确定能够单独执政 赢得过半席次减少了工党 必须和16名中立议员协商通过法案的必要性 这些中立议员多半是注重气候议题的 无党籍议员或是绿党成员 不过工党要在参议院通过法案 还是需要额外的支持 爱班尼斯为了及时前往日本参加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胜选后不到两天就提名了临时内阁 如今他也正式确认内阁名单 爱班尼斯一一公布内阁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竟然包含一位共和国事务助理部长 难道大英国协成员国 实施君主立宪的澳洲 将转型成共和国 工党过去曾经承诺要办理公投 决定是否取消由英国女王担任元寿 但身为共和派的爱班尼斯 竞选时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议题 澳洲1999年曾经举行公投 当时有近55%的选民反对改采共和制 如今澳洲出现第一位专门负责共和国事务的官员 等于是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庆祝登基70周年的白金西年 跨出了迈向共和的象征性一步 欢迎新闻联美圈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